我也不想这样难过 我也不想这样做错 我们之前已没有了当初 粉丝的一句话直入心肠 我突然感觉自己的视频还有没有近身的空间 翻了翻以前的作品 我发现相比以前的确进步了很大 但是还能不能继续突破极限 随着粉丝的年龄不断增长 对视频的审美以及内容也有了深度的见解 如果我不能做出新的内容 很有可能老粉会变成死粉 我苦想了很久 终于想到了我该怎么做 做什么内容 之前的讲解都是吃鸡和自己的故事 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 我讲的是粉丝们在游戏中发生的故事 大家可以在主页投稿或者私信 详细地写出你们在游戏中遇到的酸甜苦辣 当然你在游戏中的恋爱时也可以告诉我 从今日起你们投稿的故事 我都会以视频的方式展现给更多的玩家 如果你的故事里有画面或者截图 那边优先录用被录用的玩家必得1000点券 投稿地址在主页 大家快写下你的故事吧